過年前最忙的行業之一就是食品大廠了 因為年節送禮或者是自備年戶 通通少不了這些各式應景的湯鍋餅乾 又來看到位在台中海鮮的這家食品工廠 在除夕前的45天就是他們一年當中最忙的一波 由於在疫情趨緩的狀況之下 再加上今年的過年比往年來得早 產量現在比平常高出了一倍以上 而且出戶量相較去年也增長了5% 餅乾工廠加緊趕工作業生產線上 一個個餅乾從麵團 烤好成形 再到包中出貨 下個禮拜就要過農曆年 各式伴手禮熱賣像是餅乾零嘴禮盒 都是民眾送禮自備年戶的選項之一 尤其在除夕前45天 更是食品大廠趕工旺季 拜疫情趨緩所次 加上今年過年比往年早 光是年節產量就比平常高出一倍以上 人力出貨量也都跟著增加 增聘的人員增加了差不多25% 預估今年整個年節會成長差不多5%左右 而民眾過年到底都挑什麼年貨或伴手禮 前三名是這些 堅果相關的禮盒是非常適宜過節的氣氛 嗜好性的部分的話像果凍類的禮盒 餅乾類的綜合禮盒都其實都銷售得不錯 過節不可少的糖果餅乾 成了食品大廠年終前最後衝刺 雖然忙翻天但幹工換來的滾滾業績 也讓業者開心再忙再累都甘願 謝謝江湖上台中 差不多